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价钱投资》 上礼拜大盘手势 开高走低 出现一根黑鸡棒 我说当天成这样只有1300多亿 没有爆量失控 这个盘很安全很健康 当天盘中 排股是不是跌67点 我说我还在低接一些股票 我奉劝你把上礼拜五的节目看完 你就知道什么股票可以低接 今天这档终于 表现如何 涨5块半 最高196 上礼拜五 他跌3块半 他回档 我当天给予同朋友 你什么样操作请你 我们请导播 播一下当天精彩的VCR 所以我才叫会员挂188.5等低接 有没有来 经过两个钟头 股价从191打到188.5 没有错 188.5 还来到188 穿价成交 看到未来他会怎么走 我今天告诉你先挂着等低接 知道一档股票未来会涨 跌的时候要敢跟我买 上礼拜我大盘盘跌六七点 我说我还在买股票 这档升级股的终于 十点半我就告诉会员 空手指的新会员挂188.5等低接 因为当时的价格在191附近 那188.5有没有来 经过两个钟头 十二点半 188.5 你去对时对价 保证定穿价成交 一档股票再跌 哪一位分析师会跟你分析他的货事 哪一位分析有这样的实力 跟Gas告诉你当天是可以买的 就只有在下我 当天收盘就是188.5 底的时候我带你买 你享受的是一个低风险 高额的报酬率 因为今天终于来到196 涨五块半 什么是讲在昨天 让你印证在今天 回档修正你要跟我买 你所看到的是今天台股 上涨了四几点 终于有没有跟着往上走高 所以这档生计股 我们在今年度的5月25号 你看我是如何在高档区 告诉会员要做八档的 5月25号的终于 340我带你卖 两阶段11加29 170块钱 我带你落袋 高点喔 5月25号卖在340喔 340卖完的终于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可以低阶 这过程达到201啊 我没有出手就是没有出手 如果你因为跟错人啊 他要在高档区 不晓得跑的 换个老师嘛 不然你要一错再错吗 所以整个终于 我这边没有接 这边没有接 来到9月6号的201 还是没有接啦 什么时候开始做机会 来到最低点181.5吧 我9月13号当时候终于 我说你stand by me 因为我已经开始出手了 当下9月13号那一趟的动作 当然没有什么赚钱 但是上个礼拜三 9月26号就不一样了 9月26号 短线的一个1234567 直跌了 我说接下来礼拜四 会发生转折向上吗 知道一档股票会转折向上 上礼拜三要不要跟我买 要不要跟我买 我把图形放大 就是这一档终于嘛 对不对 没有错吧 继续回顾一下 1234567 上礼拜三是回档七天 只跌了买点 我买在什么一个位置 我买在185 这时间加围也跟你对过了 那185买完之后 有没有如同我的预测 礼拜四八天转折向上 来到195 Bingo 两天的时间价差高达10块钱 所以当整一个终于 礼拜四你看到195 那礼拜五呢 他要回档 我没有告诉你 这个盘安全很健康 当天盘中跌了六七点 我在买股票 终于当然还是其中一档个股 所以整个一个终于一个架构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操作风格 礼拜三买185 礼拜四涨到195 礼拜五 我回档修正188.5再低阶 今天又来到196 你跟我操作终于 你所享受的一个成果是 整个终于回档修正 完全避开 你没有受伤 任何一位会员 你跟我操作终于的 哪一位有受伤 尤其是这一段 高点沿路的修正 这沿路的修正 相当的一个惊恐啊 因为我是三百四 带你们卖的嘛 那三百四带你卖 你有没有因为它跌很深 就去抢个反弹 如果抢反弹不小的跑 套下来是一大段 非常严重的一个重伤害 但是我带给会员的 是零风险 零伤害 在股票市场上 要赚取盈头小利 我相信同朋友 你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探级一定无 但是股票市场上难 难在什么地方 就是如何不赔大钱 或是如何要赚大钱 这比较难而已啊 你有没有赚过大钱 在股票市场 你有没有赔过大钱 如果 你因为一次的不小心 赔了大钱 接下来你就很难解套了 我们的一个操作 怎么进怎么出的 很清楚啊 低进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是在股票市场上 唯一的致胜之道 只是说那个回档修正 这一大段 要怎么避开比较难而已啊 如何不要大赔 这是很多投票 办不到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套了 就等啊 等解套啊 结果呢是越套越撑 永远没办法翻身 是不是这样 所以什么时候要看我节目 我讲过嘛 在盘不好的时候 你要看我节目啊 当时候来到10606嘛 这不是来到一个上升区事件 一个支撑吗 大买股票啊 上礼拜五 海股开高走低 黑黑棒啊 量价没有失控 这个盘很安全 当天我除了告诉你 终于可以买之外 上礼拜五 国具被动元件的指标股 破底耶 破底来到452耶 我455买进买回啊 因为我对于国具的基本面 研究的相当透彻啊 你看看他8月元收 再创利益新高 年车那里高达278%嘛 第三季是如此的量力 那第四季是被动元件的旺季 业绩值会更好 所以我说过 国具这档个股啊 只要破底 它就具有破底翻的基本面 所以上礼拜五 455买进买回 今天国具呢 471耶 2年16块钱耶 破底的股票 我为什么敢推荐 其实是一个实力跟专业 不容小觑啊 我每次在分析国具 都是你最害怕的同时 也就是说在股票市场上 要能拉你一把 雪中送炭的分析师比较少数 但是 如果是讲的天花乱坠 每天在井上添花的 分析师很多啊 你要选择哪一种 9月20号国具一样破底 最低461 当天我要告诉你 它的基本面具有破底翻的实力 471买进买回啊 9月20号 当天国具盘中击杀破底 我说负买力过大国具有机会破底翻 4007买进买回嘛 那来到21号 514嘛 两天的时间 又44块钱的一个价差 所以整个国具的一个架构 9月20号 4007买 我说要配合一个条件 那国具的破底翻才会翻得很漂亮 它融资要持续性的递减 所以整个国具上次4007买进买回之后 最高 涨到514 那这个过程 到上礼拜五了 它融资没什么变化 所以这是叫做价差的动作 你会不会这样做 筹码面能分析 对股价到底是短线价差来应对 还是破断式的操作 我这边会给你一个非常漂亮的答案 所以呢 当上礼拜五的国具 再度破底来到452 具有破底翻的基本面 当天不要杀低 因为我在买进又买回的动作 有做价差就是有做价差 礼拜五455 有没有 再次的破底 仍然具有破底翻的基本面 国具 在455附近买进买回嘛 10点25分告诉会员 当时候经过一分钟 股价在453 他急杀耶 这个位置你敢出手吗 你敢不敢出手 急杀455买 保证一定成交 因为当时候下杀来到453嘛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啊 就这个位置嘛 这边晃了一晃 类似打了两只脚嘛 尾盘跌7块钱 收盘459 当天你跟我买 455的收盘459 你还会赚钱耶 虽然他尾盘是跌7块钱的 今天当然会赚更多啊 471嘛 所以你看到我们一个操作 有为有手 一档股票 如果不是只有股 我绝对不敢带你买 这是我给予会人的不便的承诺嘛 只是说他的量价筹码形态 到底适合做价差还是波段 我这边会给你非常明确的答案 你看一下穆德 每次的操作几乎都是波段 8月1号穆德卖在510 这两趟加起来是200 之前这一大波也是将近200 两大波400块钱的利润超过一倍 光是这两波 这张股票是我从去年度 6月份大概一百零几块钱 开始操作的一档机油股 那我把一有卖嘛 当他打下来 来到9月18号收百分之360 我说8月营收再创利新高 从去年度的6月份 我沿路操作穆德 到今年度的现在9月份 他每运收都在创利新高 没有一个月有例外 选到这种机油股 你真的会赚翻了 你只要会低档买高档出 上次500元我带你卖 卖完之后打下来 来到360颗不买 基本面依然在创利新高 股价回到上次的两只脚买点 一只脚350 第二只脚367 来到360 9月18号可不可以接位 可不可以接位 来到这个位置我就承接 9月18号收盘360 我买回的位置在365 当天接位在365 还套了5块钱 那又怎么样 重点是低档接位之后 隔天19号亮灯396 我在目的19号 还没有亮灯涨停满以前 18号先带我低接 你会不会这样操作一档股票 涨的时候 500元带你卖 跌的时候 365带你几回 高档有卖 差了将近150块钱 实际上差了150万 可不可以低接 回到前波的起张点 365不是来到这个前波的起张点吗 接位 接位之后隔天亮灯 20号跌了9块钱 我告诉你还会再涨 那既然还会再涨当天 买还是卖 加买还是卖出 很清楚吧 所以我什么时候卖木的 上礼拜二 木的量不够量价不对称 400先卖一趟 所以从365到400 这次的操作 35块钱 这样一买一卖 是不是35块 没有错吗 而且是跌的时候带你买 涨的时候我带你卖 这才是真正的反市场操作 所以上礼拜二 400卖掉了木的 礼拜四我跟你预告 把握下次买点 400卖掉了吗 礼拜四跌到377.5 把握下次买点 你没有把握住 上礼拜五的节目 够不够精彩 大盘是一根黑黑棒 你或许又下了一条 但今天大盘呢 又出现一根红黑棒 那所以我上礼拜五 特别叮咛你 把我的节目从头看完 你就知道哪些股票可以买 木的就是其中一档 礼拜四跟你做预告 礼拜五最低355 再来一次 一次什么位置 来到前波的一个起掌点位置 350到367 没有错吧 上次买在365 所以这次又来到355的木的 上礼拜五出手 360再度的接回 因为你400有跟我卖的情况之下 又差了44块钱了 上礼拜五4.51 木的在360附近接回 经过一分钟股价 几块钱357 他击杀我为什么敢买 因为我知道他支撑在哪里 你为什么不敢买 因为你怕他会跌停板 级高标看有看不 对你的操作影响相当深 所以上礼拜我的木得 10点51分 360附近接回 当做击杀在357 你过到365买得到吗 保证一定成交 我们就认为会员成交是360 我也不用跟你计较357 358 成功的模式 一再的复制在你面前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跟上任何一趟 对365到400 这样贪35块 对 礼拜是跟你预告 把握接下来的买点 礼拜五来了 什么位置来了 支撑又来了 360跟我机会 当天收盘370 我们还赚10块钱 虽然木得当天是跌7块半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成功经验 级高标 尾盘是跌的 但你当天跟我低接的 你是会赚钱的 这是我的操作 这是我的操作 今天木得最低358 再给你一次机会 他真的给你两次机会 光是上礼拜跟今天 两次的位置都在360以下 我礼拜五已经出手给你看了 在360 礼拜五收盘370 今天又来到360以下 358 撒下来要不要卖 给你的机会 是如此的一个丰厚的一个利润的掌控的时机点 我不晓得你会更上任的一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 如何帮会员创造出一个赢家姿态 我规划一档个股跟你做预告之后 我会不会做执行买进的动作 最终有没有带会员获利下车 上礼拜 穆德的一个卖点 卖400 跟你预告把握下次买点 买点到了 礼拜五360做机会 今天呢 穆德最低 358 收盘多少 376 你今天种植不用买最低358 再买360 今天收盘376 你可以现赚16块钱 那你上年把我跟我买在360的 到今天为止 一样16块钱的利润 成本同样低 风险 大家都一样嘛 利润呢 你已经看到 我们运用的是 我在台的时候 我喜欢带会呈接一些基欧股 这是低风险的操作 所以对于接下来未来行情 该如何掌握住主流脉动 希望每天不管是四点 晚上六点的一个节目时段 把清晓老师节目看完 对你的操作 一定有非常丰厚的一个利润掌控 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地震了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巴菲特 巴菲特 成本同固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人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本同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代进一定代出 成本同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定过力 独往独立 成本斗付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您的新台币已经超额 会被海关没入哦 依洗前防治法规定 每位旅客出入国境 攜带超过新台币10万元 需向海关申报 如未申报 超额部分将由海关没入 若申报不时 也会将超过申报部分没入 如实申报 则会退运超额部分 除了新台币 您还能使用其他支付工具哦 每位旅客出入境 攜带新台币限额10万元 106年6月28日起 超额攜币请如实申报 欢迎我们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档环球金 我是如何低进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让会员赚取每次他上涨利润 避开回档修正的风险跟危机 9月12号环球金一样在跌 295接回 跌的时候我敢买 12号买一次 18号293在低接 两次回档修正 高出原站在买方 什么时候卖 上礼拜的环球金 355卖 这样一买一卖 买个时尚62万弱袋 很清楚 跌的时候我再买 同学你在哪里 涨的时候我在卖 你没乱追 赢家跟输家是不一样的操作 你看礼拜二环球金 收盘是涨17块钱 你会不会在一档股票 大涨的时候 选择站在卖方 我就是这样带会员的 不是只有一档这样操作 好不好 所以环球金355卖掉 礼拜五326接回 因为只跌了 你355跌到326 是不是差了将近30块钱 高档有卖 只跌环球金上礼拜五 再度的承接326接回 当天接回之后 收盘336 大概当天可以赚10块钱 今天环球金最高342 所以你看到我做那个转折 你亲在公共 有实力的分析师 会在股票跌的时候 带你逢低做承接 上礼拜我对大盘的分析 有没有落实在会员的操作过程 我说这个盘 它没有量价失控 安全健康 所以当天还是可以低接 不管是环球金 还是你刚才所看到的终域 跌的时候188.5 低接 或是上礼拜我的木得 360接回 很清楚 大盘给你这个方向跟策略应用 方向对了 策略对了 才有很多贪的钱 不然大盘的看不见 做股票 滴滴滴滴 我希望你要跟对人 好不好 跟你这个大盘 就是希望我这边可以提供给你一个明确的方向 以及正确的策略 这样要贪钱 比较简单 不是三毛布三毛路 你看看这场玉金光 光学的 6月15号562 我带会员卖 6月27号495 再带会员卖在相对的高点 而且6月27号的分析 玉金光卖在495之后 我说短线不要再碰玉金光 因为它要进入中级回档修正 6月27号的玉金光你加 这两个卖点是我带领会员卖掉的 我说短线不要再碰 要进入中级回档修正 它有没有谍很深 有没有时间跟你讲 6月27号玉金光短线不要再碰 中级回档修正 来到8月10号 不杀低嘛 该接委我会做接委的动作啊 因为又差了100多块钱了 8月15号363买进买回啊 没有错啊 495到363耶 差了快130块钱耶 10张差了130万耶 我是不是高档又带你卖了 而且卖对哦 而且告诉你短线不要再碰哦 没有错吧 495卖 短线不碰 直到它中级回档修正 修正的差不多了 8月中旬363买进 8月28号417卖嘛 当作做两波段80块钱的利润落袋 大涨的时候我卖 接下来8月30号393我有接回啊 那接回这一趟的郁金光 有失误 因为是 跟我的看法不一样啊 所以这趟是挺损的 9月4号啊 我一样趁它反弹380卖 那393到380嘛 是不是赔了13块钱 但你所看到的是 一样啊 第一档买 趁它反弹的时候卖嘛 上次一样啊 363跌的时候买嘛 趁它反弹大涨的时候卖嘛 所以这一趟赚80嘛 那这一趟呢 赔13啊 那两阶段的结果 我们还赚六七块钱啊 这又大赚小赔啊 不是小赔 不是小赚大赔哦 很多同名就是 没办法 忍受停损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机制啊 大家都请问探机 这是一个很 自然的一个现象 但是那个期待词 有时候跟你的一个 实际上的一个看法 是不一样同时 该停损就是要停损啊 作股票不可能每座都贪 但是那这么丢的牺牲 如何降低你的风险 降低你的损失 那才是致富之导啊 就是因为高点 380郁金光有卖嘛 这个位置啊 你才有办法避开 将近100块钱的风险吗 卖了380 最低跌到288左右耶 这样就差了100块钱吗 所以380 虽然小幅度停损13块钱 来到相对低档耶 9月25号耶 我说郁金光回档了20天 止跌了啊 融资又在低档 筹码相当稳 所以三菱若 做买回的动作嘛 那不是 又有成本降低的74块钱吗 380到306嘛 9月25号 郁金光收缴止跌 306买回 隔天 跟你预告 21天转折果然向上 来到323 两天17块钱啊 9月27号来到335啊 上礼拜四啊 我说郁金光 来到这根黑鸡棒 是短压 来到这个位置才需要卖啊 那今天 郁金光呢 最高是323啊 短压还没有到啊 那短压还没有到的郁金光 代表这样个股 你是可以跟我续报的 所以对一档股票的完整利润 不管是价差动作 还是波段行情 需要今天还是来帮你协助 帮你推你一把的 有任何问题 跟我们现在处理做联系跟洽谈 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独立则 优优优独立则 精彩运通 巴菲特 巴菲特 成都同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素材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成都同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着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都同顾拥有股票 期货双制造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成都同顾值得托付 赢了2752-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一出在手受用无穷 第一个不打 入轨追线 02-2752